大家好,我是老近 今天是2020年的4月5号 清明三天假期的第二天 当然还是星期天了 现在北京虽然是逐渐在复产复工了 但是跨省的流动还是不让 我现在要真要出了北京的话 回来就得隔离14天 然后才能上班 现在就也没法出门了 就干脆老老实实的跟家做的视频 是吧,回顾一下自己之前的出行 总结总结,总结生活吧 去年五一的时候 五一假期嘛 我去了一趟山西 或者应该说是顺着山西省 然后以及山西省的周边转了一圈 大概路线是这么走的 就从北京出发 然后往南到石家庄 从石家庄往西 就是顺着那个阳泉 阳泉市那条路 穿过台航山 然后直奔山西太原 然后从太原玩一圈 然后再出来 出来一路再走走看看 然后就到了那个 这次就是我 对我来说吧 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地 就是这个山西临粉 这个静国博物馆 说的就要的凹口 静国博物馆 就这个区村填满一址 那个所在那个地方 然后从这个 从这个静国博物馆 一路沿着黄河 往北走 然后最后到达了 是这个陕西最北边 就是这个陕北 榆林市 这旅行就算是结束了 最后当然就回城吧 就不说了 咱们现在一说这个山西 或者是近 山西简称近嘛 就是很容易想到 就是第一个想到 我觉得大多数人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这个山西太原 那当然太原 是这个山西的省会了 不用说 那太原 你要是看 那这些旅游APP吧 太原排名第一的景点 就是这个禁词 也就是或者叫这个 唐书鱼词吧 你就这么叫 你真要是去那旅游的话 你到了禁词 门口各种野导游 都会拼命跟你讲 讲古代静国知识 讲静国怎么来的 讲那个铜业封禁 这故事 都这么说 说这个 这怎么来 静国怎么来的呢 说这个周成王 周成王就是那个 武王伐咒 那个周武王 周武王他儿子 这他的下一代 下一代的周王 说周武王怎么跟他弟 他弟就是这个唐书鱼 这个周成王跟他弟 唐书鱼玩 然后这个周成王 就那个拿了个铜树叶子 就是把这个 就说山西地点归你了 就归给你唐书鱼了 就讲这么个故事 当然我们就是现代人们 就是说 都是讲科学 都知道这种 这种东西 基本上就是个传说 你想说西州那时候 洛阳肯定是当时 世界中心了 那个时候的生产力 你要从洛阳走到太原 那都得翻多少山 就是太原 它能后来 就是包括现在吧 能成为北方的 这个这么重要的城市 它还是归功于 就是从北魏 那个时代开始的 这个就是我们叫什么 中华第二帝国 就是中华第二帝国 就是特指这个 从北魏一直到宋 就北魏 然后隋唐 然后五代的梁唐秦汉州 然后宋 他们这么传承过来的 这个就中华第二帝国 相对这个所谓第一帝国 就是这个秦汉 魏晋 魏晋 然后南朝的这个 宋提良臣 第一帝国 等于南北朝之后分裂了 后来第二帝国 把第一帝国就彻底灭掉了 然后第二帝国就成了 中华的这个文明的核心 就是隋唐这个文明 接着说回来 就是太原 太原作为这个 这个第二帝国 就为那个这个北魏 隋唐的这个第二帝国 这个少数的几个 咱们就算是直辖市吧 太原就算那个时代 直辖市 之一 那这个 这个城市历史 城市对城市这个历史的记忆 当然就一下追溯到了 古代的这个晋国 那即便如此 就是晋词的历史呢 其实也就一千多年 你像说你现在还能看见的 晋词里面就是 历史最久的那个圣母殿 就是祭祀 那个唐淑玉他妈 就是意思就是唐淑玉他妈 特别好 生一儿子特别棒 这圣母殿 唐淑玉他妈 这个东西其实是宋朝日修建的 当然也算是很古代的东西了 算是不错了 但这个东西可能之前也有 但是最早最早 不会早于北魏 北魏的时候 那个就是历道园水晶柱 咱们上学都学过 就是那里介绍了 这个这个唐淑玉词 可能那时候就有这么个东西 反正也就是从北魏时代 开始有的吧 这个景点肯定是不错 但是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人特别多 反正你当你在这 也看不到那个 真正晋国的东西 那真正的晋国 就古代那个春秋时代 或者西周时代那个晋国 那个跟太原肯定是没有 你要看的话你得去南边 从太原往南 去这个临粉 临粉 临粉南边 还不是临粉市中心 临粉南边 咱们就是还是先说一下晋国 我觉得一般咱们都知道说 这个晋国是这个东周春秋时代 北方的超级大国 都基文公都知道吗 这个晋国 晋国当时跟这个 东方的齐国 南方的楚国 西方的秦国 就是都是并列的吧 当然 当然晋国跟晋国是很大了 他们四大国 咱们就简单的理解说 这个东邪西都南地北盖 四大国 然后他们这四大国中间呢 加着一堆河南的这个小国 当然叫什么魏国呀 郑国呀 陈国 蔡国 什么这些 当然还有这个洛阳的周天子了 基本都在现在河南中间那一块 那当时肯定河南是世界的中心 洛阳是世界的中心 东南西北这些外围地带 就是人家住在中央的人 肯定也看不上眼 当然也就是因为中央的人看不上眼 这也就是这些东南西北 这个四大国 他们能够敲锅声息的 这个崛起的这个最大原因吧 就是因为别人关注的 关注的少 也没人打他那时候 晋国的历史 应该说是从这个西州的初期 他被分封 唐书渝分封 一直到被这个赵卫涵三家分进 就算是结束了 按照时代来分的话 可以分成两段 一段是这个西州的时候 然后后一段是这个东州的时候 也就是春秋的这时候 这两段的时间的话 都城位置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前期的话 那个都城大概是在现在的一城县 就是这个屈村天马遗址 那个地方 然后最初的同叶封禁的禁 或者就是这个字 或者唐书渝的这个唐字 基本上指的就是那个地儿 就是具体的 就是那个一城县那个地儿 唐书渝那个时候 最开始这地方叫唐 然后他儿子上来 就把这地儿改成叫晋了 所以说就是唐这个名 其实是比晋这个名字更古老 就特别古 唐这个名字特别古 不是到了那个咱们说的唐朝才有的 很早很早就有这名 对于古代人来说 就是一个国吧 或者说一个城 其实就是特小一地方 就跟说咱们都知道希腊城邦是 那那个中国古代的城邦 它也不大 那后期的这个都城呢 就是在这个侯马市 就是晋国这个后期的 就是春秋之时代之后的这个都城 在侯马市 你可以你要去这侯马市 这侯马市整个可以说 就是一个晋国古城遗址 这里景点还挺多的 你像这个晋国同柱遗址公园 就这里面就是这个地下挖出来 都是那个时代的就是晋国时代的青春作坊 还有这个妙寝公园 这妙寝公园是就是春秋时代 晋国的国君墓葬所在的地方 不过都没挖 就是盖了公园保护起来了 地下东西咱们是看不见的 那个遗迹上修了个公园 主要这公园是为了保护地下的这古墓 避免就是被那个盗墓的人挖了 而咱们这里得传播一下正能量啊 就是这个盗墓跟考古不一样啊 不能不能混为一谈不能瞎说 不能老觉得看人考古跟盗墓的似的 现在咱们就是中国这个挖开的这个 这个墓啊 就古代这个尤其是国君那些墓 都是为了抢救 就是政府咱们是不主动去挖的 如所有这些挖了的 都是因为就是有盗墓的人挖了 所以为了和盗墓的人抢时间 才会去就是叫做 咱们叫做这个抢救性挖掘 才会挖这些墓 然后除了这个墓葬这个庙寝遗址的话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靖国古都博物馆 这个就是大概就是春秋时代的 那个靖国国都的这个位置了 当然就是反正整个就是这个 猴马市吧 咱们重点还是说这个 靖国前期独城 就是这个议城 也就是这个须存天马遗址 或者说这个靖国博物馆 所在的大概那个位置 就这里先讲一个靖国历史上 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事吧 就是决定他的这个 成前起后既往开来的那个事 就是这个驱沃待议 刚才说了就是靖国最初的那个都城 是在议城 就在这个近昭侯的时代 近昭侯把这个驱沃 就是今天这个猴马市 分封给了他的叔叔 就是成师 后世呢 一般管这个成师叫做驱沃还书 驱沃还书 据说当时这个地方就是 就是驱沃这个地方 比这个议城还多 所以这个驱沃还书的话 你想他打从分封出去开始 就没憋就憋着没憋好屁 就是从分封出去开始就想造反 他这真他真造反了 他他这一带就开始造反 他去打议城 他就把打人打自己国家首都 然后打一次不行 接着再来一次 反正来回打 然后他后来死了 他造反没成功 他死了 他儿子这个驱沃庄博 接着造反 他儿子驱沃庄博没成功 他孙子驱沃武功再造反 反正他们这么三代人连续不断造反 最终驱沃这个地方就干掉了 那个驱沃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相当于旁之 树系 干掉了这个正根 嫡系 这相当于 就是外边的打了这个核心的了 然后最后呢 而且这个驱沃武功 他最后还得到了周天子的册封 就是于是就把这个他们的造反行为 就算是彻底合法化了吧 议程的靖国嫡系 虽然是被驱沃消灭了 但是靖国嫡系的这些国军墓葬 现在都已经找了 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半天的这个驱沉填满遗址 这些墓葬都已经挖开了 就是国军墓葬上面还盖了这个靖国博物馆 就是那他当然我作为普通人 这就可以看了嘛 重点就是我觉得比较厉害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靖国前期的这个连续九代国军的墓 都在这里还都找着了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这个其中这个金献猴的这个车马坑 里面这个车马特别多 就是车整齐的并排放在一块 然后马坑里的马看起来也是特别多 然后各种方向都有 据说这可能是就是活着把马埋进去 然后就这马就自己就最后临死之前 他就挣扎嘛 于是就乱七八糟的 相比于就是这个这个这个靖国博物馆的这个车马坑 相比于之前我在河南洛阳 洛阳有个天子加入博物馆 看的那个就洛阳那是那是天子的那个那个那个 相当于陪葬啊 靖国国军的陪葬那比天子那个陪葬那气派多了 那你一个诸侯你比天子还有钱 那说明那靖国确实是比较富裕 比较比较是奢侈 那博物馆里还有好多就是青铜器什么的 不过他这个这个博物馆的话复制品比较多 就是真品的话可能不是放在陕西省博物馆啊 或者就是放在首都博物馆什么的 就讨的好的真品一般都不太会放在这种在地的博物馆里面 然后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些文字资料 就不少吧 介绍了就关于在异城的这个靖国国军的一些故事 说个比较重要的 咱们都知道这个西州跟东州中间 标志性的事件是这个周游王 周游王费长利诱 然后后来他被杀了 不管有没有就是他跟包子风火起诸侯这事吧 反正最终周游王他原来那个正牌太子 遗旧 就是后来的这个周平王 他东迁洛阳 然后建立了东州 但是同时其实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周王 就是当时这个是周游王的弟弟 后来叫周邪王 他大概也称王了 就跟那个三班侠那一带 被那个当时的郭国用力的也称王 这就被二王并立了 这时候晋文侯 对吧 就是咱们你看那表里面 这个前妻的这个 还在这异城的这个靖国的君主 晋文侯就出来了 他就表示说这个 天国二日国国二军 他就说这个周邪王是一个非法政权 对吧 然后出兵就干掉了这个周邪王 这个算是晋国前期的君主 做的相当厉害的一件事 当然干了这个事 周平王对吧 那肯定得得给封赏 得给各种承认什么这两个 今天我分享内容大概就这些 我自己这照片拍的不咋地 所以说关于这些古代遗迹 文物的实际观感 还是得自己去看看才能体会得到 反正我就是分享一些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信息吧 希望能够抛针盈域 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 拜拜